主席各位先進 先請一下金管位的曾主委 來 曾主委請 你好 你好 看起來台股穩定賬上 這個所謂的九千點 曾主委怎麼看 呃 跟委員報告 昨天收盤是 九一二一 交易量超過一千億 所以是一個很健康的情況 你滿意嗎 呃 呃 這個 我認為它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那 平常心看待 以台灣的現在的經濟全球的景氣 這樣的一個情況 OK 呃 跟委員報告 國外的景氣相當好 不管是美國 日本 歐盟 我們也好啊 我們的景氣 國安會說創有史以來 這幾年三年來最高的啊 對 國外不錯 國內已經連續三個月 呃 綠燈已經連續三個月 呃 所以你持續看好 看好 股市持續看好 呃 我有信心 持續看好嗎 還有沒有建要設啦 你還有沒有建要設 六月底要實施 先賣後買 開始 這個就建 還有沒有 六月三 六月三 先賣後買 還有沒有 是 還有一個啊 你這個對 你說金融挺文創 首按建價處 好像你昨天表達很多意見 電視劇的 我的這一班 等等 本班可望 本週可望通過 這個 請問你現在 你是如何建價 你要不要成立一個建價 committee還是怎麼樣 各位委員報告 現在是 唯有換工股的一家叫 台灣金融 金融資產服務公司在做建價 那這家公司是 資本額17億 那另外就是 他是依照金融機構合併法 第15條規定的 唯一 台灣地基唯一的公正第三人 他在做建價 所以他建價完畢以後 就根據他建價的結果 向銀行取得融資 是 是不是 那銀行就根據這個 那你怎麼樣 你所說 你要說 你要說什麼 你要講一點說 金管會希望金融挺文創 你什麼具體的看得到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從一月 推出來之後 推出來之後 其實金融挺文創 有兩個事情 第一個 專案貸款 那專案貸款希望 三年倍增 一千三 一千八百億 能夠提升到 有沒有個案的上限 沒有個案上限 沒有個案上限 你只要Proposal拿過來 我們審 現在 三年增加一千利 三年增加一千八百億 增加到一千八百億 還是增加一千八百億 增加到三千六 也就是增加一千八百億 那跟委員報告 到底 貸款數增加 再來呢 那第二個 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 希望讓文創產業 利用整個資本市場 從創櫃 從創櫃 新櫃上櫃 上市 所以 所以 第一個就是 額度增加 第二個就是 輔導它 從創櫃 新櫃 上櫃 上市 沒錯 你給我們訂一個 Timetable吧 什麼時候看到成果 跟委員報告 比如說 今年 我們創櫃 到現在已經有七家 有七家 要申請 另外今天報的 霹靂國際 很快要掛 要掛 要上櫃 霹靂國際 這個 所以 但是如果人家看這些的話 看財務報表一定 不太敢 所以對這些是不是 就不要看本利比了 要看所謂的本夢比 是吧 其實跟委員報告 是這樣子嗎 是沒錯 比如說像 霹靂國際一樣 你叫大家看本夢比 是 是 看創意 看他的idea 看他創意 好 那麼 你 這個最後一個 對你來講 看到 我們昨天 國發會 跟 農委會 開一個網路座談 對談 跟民意 直接溝通 金管會 要不要 也來一下 沒有問題 隨時 馬上規劃喔 網路視訊 曾祝瑋在這裡 沒問題 好 謝謝 好 請 我們再來下一位請 張部長 來 張部長 請 賴維好 這張部長啊 金管會 都敢這樣子說 直接 網路面對面 你要不要開一個 善何 開講 網路 就是 跟誰 面對面 跟百姓啊 昨天 國發會 主委 農委會 主委 他們 用網路跟民間直接溝通 講服貌 雖然人家 霹哩啪亂罵 可是我覺得 效果很好啊 這個才是政府官啊 有需要可以 有需要可以 很多需要喔 有需要 稅務人家很多 還在罵你的隊友 有需要沒有問題 事實上我錄影了很多次了 錄影不算 錄影是單向的 酸向 要問2.0 是 這樣 3.0 沒有問題 之間有對話 對不對 勇於面對 看到表情 勇於面對 勇於面對 對不對 好 這個 我們今天談的是這個 債的東西啦 是 那麼你剛才 回答了 哪位委員旺 提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 很好 你說 這裡面的 在明年之後 而且 甚至於在 2016年之前 這一任 你們這一屆 做完之前 能夠把什麼 我會把負債比例 降到 38以下 留3%給下一任 3%相當於 4500億的額度 4500 現在多少 25 現在兩千多 一三千多 那我們要看怎麼兌現你這點 對不對 好 先不要講這些 我們先講一個東西 我們好不容易 財政政權方案通過了 對不對 你可以增加 640億 是 能不能先承諾一點 最少明年的資金欠口 少640億 明年還 到不了 640億 因為明年 少640億啊 我們給你640億啊 沒有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資金欠口 差一年了 一定要迷平的 不是光稅收了 這個稅收 所得稅 明年生效 要後年5月才會進來 但是明年 可以多方籌措 明年的資金欠口可以少多少 104年 現在還沒出來 好 明年的資金欠口可以少多少 現在104年的還沒出來 我們行政院 正在緊鑼密鼓 跟主機處 你總是要現在差不多時間跟我們講了 還沒到 不然的話你怎麼 你明馬上說了 原來是2.5現在變成 變成多少了 有104年的預算 我以在行政院 我有要求 負債一定要舉債到1200億以下 然後呢 去年多少 去年是2000多億 所以就少掉一半了 對對對 負債少一半 沒有到一半 將近一半 將近一半 這個 這個口氣很大 是 這是目標 目標 所以要怎麼辦 很多 估計資書在那裡少不了 資書要調整 收入結構再調整 好 第二個 這個我看到你們提說 現在 光股的董事長要換人了 確定嗎 其實是媒體的報導 其實大家是看到 6月23號有幾家要改選 是這樣而已 大家在猜測 報紙猜測 對 報紙的猜測 沒有猜到你的心裡 沒有 沒有 聽清楚 所以報派 你不是這樣想 沒有沒有 外面有一個看法跟一個講法 說你大概7月份公共病的案子要出來嗎 不是出來 而是說 評估報告 我會先聽他們的報告 要不要跟這個事情一起考慮啊 你說如果要確定要合併 董事長就不要派啦 評估的 評估的結果還沒出來 所以不知道哪一家跟哪一家 或者是 合不合適 有沒有忠孝 結果都還沒出來 所以現在言之上早 所以 6月底 照樣 照樣改選 照原來的步驟 再進行 董事長照樣換人 但是公共病 以後再說 是 這兩件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